你看没看过 《凤门腿》这部电影 这个蠢子啊 在现实中呢 是诊实存在的 它就在河南省 角着沁阳市角外 如今这个蠢子啊 它依然存在 只不过呢 这里早就没有人住了 为啥没有人住呢 因为它是传说中的 中国第一鬼蠢 故事发生在 1963年 有三个大学生啊 来到这一个村子写生 就是画画的意思啊 进村之后呢 他们就发现呢 路中间有个枕头 当时萨儿也没诈意 再就是这学生啊 也调皮 挡着一脚 就把这枕头提一边去了 到了村子之后 他们就住下来了 据说他们住的房子啊 刚刚死过瘾 不过萨儿都是大学生 年轻气盛 也不信什么鬼神的 直接就住下来了 可是到了晚上 奇怪的事啊 它就发生了 每当半夜的时候 三个人都能听到 一个小孩的声音 在外边啊 不停地喊着 妈妈 妈妈 可是 当他们出门看的时候 却什么都没有 更加强烈奇怪的是 三个人每天晚上都做同样的梦 都梦到了这八夜三更的时候啊 有鬼爬上了床 你说这要是一个人做梦 也就算了啊 三个人同时做同样的梦 那就奇怪了 有一天白天呢 其中一个青年呢 就打开了自己的衣柜 发现里边就有一张掩脸 和梦中的那是一模一样 当场就吓得 咔 晕过去了 他的两个同伴知道后啊 就打开这衣柜 看看 到底有没有掩脸呢 可是经过一番查看之后 发现 衣柜里什么都没有 可是呢 这个被吓晕的青年呢 一直都是发着高烧不退 不过呢 他们也并没有阴耻离开这里 第二天晚上 他们中的有一个人呢 又梦着鬼脸了 吓得从梦中惊醒 一身冷汗 也睡不着了 这个时候呢 他就听到院里里有水声 他便寻着声音啊 走了过去 发现呢 院里里有一个女人的背影 全身赤裸的 在井边跟她洗澡呢 青年一看到这一幕 哪受得了啊 这身材还相当好了 那皮肤老白了 顿时就血血上雨 他浑身发液 眼睛啊 就直勾勾的 顶着这个 在井边洗澡的女人 正当他看得入神的时候 这个女人 突然咔嚓一回头 然后就朝着这个青年啊 诡异的一笑 马上就转身 扑懂 跳井里去了 本来正浑身发热的青年啊 顿时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呢 赶紧叫醒两个同伴 他们就赶紧 大伙就来井边查看了 可是发现呢 井水一片宁静 没有一点波澜 而且井边呢 也没有人洗过澡的痕迹 接下来几天呢 这个青年 都在做同样的梦 同样高烧不退 还剩最后一个青年呢 这两个同伴啊 都发高烧 非常的着急呀 就找村里的大夫 给他们看病 可是无论吃什么药啊 都不见好 后来有一天晚上 这个青年也梦到了女鬼 并驾在自己身上了 当他从梦中惊醒的时候 却发现是同伴在死死地掐着他的脖子 嘴里还喊着 我掐死你 我掐死你 多回另一个同伴 及时阻止啊 这才救了他一命 这个时候 三个人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 赶忙去找村里的老人啊 去寻求帮助 这老人 听到了他们的遭遇之后啊 叹了一口气 告诉他们这件事的原委 这是咋回事呢 原来呀 是他们刚进村的时候 提的那个枕头也得货 后来呀 老人就带着他们呢 拿着祭品 到了一个坟前 祭拜之后 他们那高烧啊 果然就退了 而且再也不做噩梦了 故事呢 讲到这里还没有完 因为到了1981年的时候啊 这里的村民忽然间就集体搬走了 从此呢 这里就成了荒村 事情发展到这里 凤门村呢 已然还算是一个正常的村子 因为在咱们国家呀 现在类似凤门村这样的荒村有很多 因为老百姓条件好了 自然就不愿意在大厦里住啊 也想去城市里 瞅一瞅 所以呢 这个时候的凤门村呢 这个时候的凤门村呢 并不是中国第一鬼村 那么他是怎么才成为鬼村的呢 是因为啊 在后来有一会儿人旅游路过这里 哎 一看 这咋有个蠢人呢 出于好奇呀 就进村里去看一看 进村之后 他们才发现 这里呀 只有房子 却没有人住 是个荒村 于是呢 他们就在村里留着 忽然间 其中有一个人就发现呢 他们的GPS 失灵了 当时呢 也没太在意 就以为是信号不好呗 晚上呢 大伙就在这里住下来 可是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有人就发现 自己的随身物品丢了 你说在这个荒村里 他没有人 那到底是谁偷了 他们这些东西呢 这伙人呢 回去之后 就把这个村子的事啊 发在网上了 结果呢 就有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这个村子了 险后呢 都来到这里探险 时间大概是在2002年 到2007年之间 来这里探险的人 回去之后 就传出了这里 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灵异事件 就这些旅友说的话呀 我估计呀 有真的 也有假的 就这东西一传十 十传百传开之后啊 结果这里就变成了 中国第一鬼村 其实呀 这里原本并不叫封门村 而是叫封门村 就那个大封村 那个封 而不是说封锁的封 之所以它变成了封门村 有人说呀 是大家把这个封字写错了 所以就变成封锁的封了 可是我觉得呀 应该是因为 三妙镇谷的传说 在校尧河口 一左一右 校尧河谷底 大越寺镇尾 曾三角之势 似乎在封锁着什么 所以人们才叫这个村 之为封门村 不过三妙镇谷中 那三妙啊 的的确确是正式存在的 可是封门村呢 并不在三妙镇谷的范围之内 是 词